第十六节 心思 为什么总是跟你作对 等孩子们渐渐散开些 二表哥宋言钊问顾锦芝 上次的宴会上 胡杰对顾锦芝也是这般挑刺 宋言钊看在眼里 胡杰长得很俏丽 粉润白皙 很惹人喜欢的 可自从知道他和顾锦芝不对付 顾言钊就不满意胡杰了 有次我大听广众之下 泼了他一脸茶水 顾锦芝说 宋言钊微啊 一旁的大表哥宋言卯 和三表姐宋言凡也吃惊 顾锦芝就把当年的事 简单解药地说了一遍 说吧 三个孩子都笑了 那时候才五六岁 他居然记恨至今 宋言钊摇头 还说是什么侯府小姐 也太没有气量了 胡杰总是自称侯府亲姬 只是他们家和永熙侯府胡家 关系已经远了很多 严林府只听说 他们是永熙侯胡家 并不知道具体情况 过锦芝也不会多嘴去拆穿 孩子年少的时候 都有些虚荣心 这是不可避免的 在孩子渐渐长大的过程中 这些虚荣心渐渐被压抑或者消散 这个过程不能压苗助长 也是他先惹了表妹 还是表妹有法子 倘若日真合得吵起来 或者打起来了 两人更加的不好看 大表哥宋妍卯十六岁了 说话成熟稳重 见识也更深刻些 三表姐宋妍凡 则目光瘦瘦 我要是遇到这事 定是要哭着找我娘 还是表妹厉害 她总是羡慕顾锦芝 不管顾锦芝做什么 说什么 她都很是佩服 宋家族里 其他几个孩子也围着胡杰 问她为什么和顾锦芝有冲突 胡杰则故作高深 不肯多言 无形中 几个孩子就分成了两派 说着话 那边客人已经起来了 丫鬟们来禀告说 膳食准备好了 可以开席 大人们说说笑笑地入席 大舅母就来给孩子们这边排席 结果发现 孩子们不分男女 胡乱地坐了一头 大表哥 二表哥 三表姐 四表哥 五表弟 加上顾锦芝和顾轩芝 就坐了一桌 胡杰和胡卓兄妹 跟着宋家其他孩子 坐了一桌 这些孩子里头 除了老大宋爷毛16岁 其他都是12、3岁 皆是懵懂不知事的年纪 除了胡家的孩子 其他全部是宋家的 大舅母看着胡杰跟顾锦芝不对付 就没有再说重新排席 由着孩子们胡乱坐了 不管什么十岁不同席的规矩 只是平常家宴 都是亲戚 用不着那么规矩严格 孩子们在大些 约束就越来越多了 能这样兄妹亲近 又有几年呢 只是老二宋颜昭 挨着顾锦芝坐 宋大太太想着什么 最终什么也没有说 转身走了 二表哥宋颜昭 总想跟顾锦芝说点什么 可看着大哥和其他人都在此 花又咽了回去 欲言又止的样子 老大宋颜毛看在眼里 既好笑又无奈 吃了饭 宋大太太安排了月季说书 孩子们没兴趣 各自往院子里跑 宋家这宅院很大 有个热大的后花园 种着不少名贵花草 胡杰也坐不住了 想去看后院盛开的繁花 就拉三表姐 宋颜返陪 三表姐则看顾锦芝 表妹一起去吧 我也去我也去 老二宋颜昭立马道 顾锦芝不想去 她比较喜欢这种弹唱说书 歌技喉咙鸣长婉转 三弦一一压压 比后代自称鼓风的歌手 唱得好听多了 不管是歌喉还是乐声 都干净纯洁 不参杂志 四股鼓山泉 杏人心脾 她数了数胡杰身边的两个女孩子 还有胡杰的哥哥胡卓 又有宋颜昭和宋颜凡 她道 你们五六个人还不够吗 我不去了 宋颜昭眼眸一暗 下意识地摇了摇唇 很是失望 大表哥宋颜某瞧着 就摇了摇头 胡杰催得急 三表姐宋颜凡又是个没主意的 就被胡杰拉走了 一群人出了花厅 二表哥宋颜昭不情不愿地跟着 回头看了大哥一眼 大表哥对这个弟弟无语了 值得说 去了那么多人 你还跟着凑什么热闹 宋颜昭就笑嘻嘻地折了回来 顾锦之那时候 已经牵着顾宣之 坐到了母亲身边听说书 宋颜昭想凑过去 被大表哥宋颜某一把给拉住 兄弟俩也出了花厅 你总跟着表妹做什么 宋颜某问弟弟 宋颜昭吓了一跳 立马否认 没有啊 一副心虚有鬼的模样 大哥宋颜某就翻了他一眼 年纪一日大起来 怎么还像个孩子 心里想着什么 脸上就是什么 宋颜某教训弟弟 你总跟着表妹不清不楚的 你要和姑姑心里怎么想 表妹怎么想 宋颜昭不明所以 他迷惑地问道 想什么 你说想什么 宋颜某的 表妹八月就十二岁了 顾锦之是八月十五 中秋节那天的生日 宋颜昭还是没有反应过来 宋颜某却继续说 只是那么恨铁不成钢的 看着弟弟 宋颜昭慢了半拍 才领悟哥哥谓言之意 脸一下子通红 他急忙摆手 我没有 我没有 我还没有考取功名呢 我怎么会 怎么会 想那些事呢 那 你别总想着和表妹说悄悄话 你们俩又不是六七岁的时候 你们雷落 难保旁人不多想 宋颜某 见得不像是撒谎 就搬起脸说 你到底有什么要告诉他的 我瞧着你一次两次都这样 我 反正有事 宋颜昭撇开眼睛 不看大哥 然后 他跟头窜似的 一个人跑开了 宋颜昭心思单纯 原本没多想什么 可是哥哥的话 让他心里有个角落的门 缓缓打开了 他心里有点怪怪的 不舒服 表妹也会那样想吗 宋颜昭使劲地挠了挠头 散了席 宋颜昭一直没有出来 顾景之跟着母亲和弟弟 回了满园巷 没过两日 就听说胡杰生病了 他咽喉肿痛 滴水不浸 药不得入 脸上全部肿了起来 呼吸不畅 好似要封喉 生命垂危 他的病来得很急 毫无征兆 就出现了恶疾 又是一下子特别严重 让吃惯了 循序渐进病症的大夫们 束手无策 他患的就是 猴臂症